后面是念到时候讲的 是乃以明自本心 见自本心 方明慧也 这个慧也在此地 它就不是普通的智慧 是在像当中见到了自信 在自信里面 又彻底地见到像 那像是什么 这个像是个幻像 不是真的 那既然是幻像 就是假的 多假呢 一坛子三十二亿百千年 这么快的生别像 再说这个真实是什么 大圣一章第二卷说 法觉情妄为真实 我们把这句话分开来说 法觉了 情也觉了 这个就是真实 故极离妄之本真 亦极自信清静心 真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心里面的 没有任何东西 心里还有一桩东西 那就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美国 一位帮人家做治疗的 修兰博士 大家听过他的这个例子 你看他帮人家治病 他也不用任何的医药 也不用医疗器械 他用什么来治病呢 就用意念 三十天就把人家的病给治好了 他帮人家治病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们讲 他的理论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佛家所讲的 清净性 要把他自己心里面那些 好的念头 不好的念头 都清干净 真的您听了他这个话之后 不得不对佛法佩服 佛早在三千年前 就已经讲了这个事情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离妄之本真 也就是法觉情妄 可惜的是 我们一般人把这个情 看得特别重 而不晓得这个情呢 它是所有烦恼的根本 所以一切烦恼的原点 就是在这个情字 我们断不了 以为它是真的 不晓得它的真相是什么 佛在《金刚记》里面讲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如路易如电 硬坐如是观 佛告诉我们 这些所有现象 包括这个情在内 都是不可得的 有情直的爱 它是烦恼 那佛法也没讲爱呢 你看我们这里 有把这个爱写在这儿 这个中国字啊 其实蛮有智慧的 爱是两个字 你看正体字 那个爱 它是两个字 中间那个字是心 上下合起来 是受 什么是爱啊 用心去感受 现在如果把那个心拿掉 拿什么感受啊 那个心又是什么心呢 就是佛家所说的真心啊 所以我们呢 要有真实的智慧 从真实智慧里面产生爱 这个才叫大慈大悲 一般佛法不讲爱 佛法讲大慈大悲 那世界人所讲的爱呢 它是有各种烦恼 掺杂在其中 那佛教我们 要发觉情妄 情是情直 妄是妄想 情是六道轮回的根 您只要有这个情 六道就出不去 哪一天把这个情断掉 六道就没了 那没有这个六道 还有什么 海思圣法界 所以这个 十法界呢 是妄 因此我们除了要 消除这个情之外 还要破那个妄 把这个妄也去掉 您就生到十报庄严土 到达十报庄严土 这才叫什么 真实 故即离忘之本真 真是本有的 不是外来的 妄一离开 真就会先前 本真呢 就是自信清静心 也就是我们这个经题上 所讲的 清静平等觉 所以说 什么是真心呢 清静平等觉 就是真心 这是我们大家本有的 不是外面 我们只要把这些 藏元去掉 这个真心 就会出现 因此 您 清静心现前 就尊称您为阿鲁汉 平等心现前 您就是菩萨 觉悟现前 您就是佛陀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 要把这个情跟望 通通的放下 还有这些东西 那这个智慧就不会现前 接着是大圣指观 所讲的 此心 即自信 清静心 有名真如 一名佛性 一名法身 一名如来藏 一名法界 一名法性 想不到 同一桩事情 佛说了这么多的名项 如果您统计一下 大概在大章记里面 估计有八九十个 不同的说法 为什么同一桩事情 师尊说了这么多 不同的名项 就是破我们的 执着分别 只要是 讲的是这桩事情 怎么说都可以的 当然前提是 不能说错